今年39岁的特朗普副手万斯 目前担任的是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 不到两年时间 证明80后的政治新人 是如何从普通的工薪阶层 奋斗到了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的位置 来看今天的新闻人物 万斯来自俄亥俄州米德尔敦市的 一个工人家庭 高中毕业后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 参加伊拉克战争 退役返乡后 万斯从俄亥俄州立大学毕业 随后又进入耶鲁大学法学院 攻读法律 在耶鲁 万斯认识了他的妻子 印度移民后已无杀 二人育有三个孩子 毕业后 万斯逐渐踏入风险投资界 在科技和金融领域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他还写过一本回忆录 《乡下人的悲歌》 这本书后来成为 纽约时报推荐的畅销书 其中记录了他从贫困的工人家庭 一路奋斗到耶鲁大学的故事 也揭示了美国蓝领 工薪阶层所面临的困境和危机 而这一群体 也被视为特朗普的主要支持者 其实在2016年 特朗普竞选总统时 万斯曾直言不讳地批评过特朗普 称他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美国的希特勒 但在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后 万斯对其工作表示赞扬 并在2021年接受采访时 为早前的恶意言论致歉 2022年 在特朗普的支持下 万斯参选参议员胜出 以时成为话题 在参议院 万斯一直是特朗普 美国优先议场 最直接的支持者之一 尤其是在外交 贸易和移民政策方面 他还一直公开反对美国 向乌克兰提供援助 2023年 万斯当选参议院议员 成为历史上第二位 没有政府工作经验的 俄亥俄州参议员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